嗨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在前面两年半 pre-clinical year是用什么书的 然后后面这些就是那些书 可是我没有用每一本 在不同阶段会用不同的书比较多一点 就我不要讲这样的话 然后我直接就jump into跟你们分享那些书 第一年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我们的senior有给我们一个list 那个list里面的book都是recommended book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要买什么 所以我就已经买了一些书 我在第一个semester的时候就买了差不多六本书 然后就我慢慢一个一个go through 跟你们讲是什么书 第一本是这个pharmacology pharmacology我是用lip and cord的 biochemistry我也是用lip and cord的 我们有一个subtopic是叫biochemistry 然后那边就会学到很多biochemistry的东西 就是那种crab cycle啊 然后那种biochemical pathway这样子 我在第一个semester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用到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其实它是太deep了 我个人觉得在sem1的时候 那个lecture notes就已经足够给biochemistry这个topic了啦 因为那个lecture notes讲真的啦 你们要相信我 那个biochemistry的note它已经很复杂了 然后如果真的你们想要学更多东西的话 你们可以买这本书 but then after经历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本书 其实不是essential啦 建议你们去youtube找那些biochemistry的东西 那些会更好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 像他们在讲节的时候 顺便画那些pathway这样子 会比较容易明白 pharmacology的话 我是用fromsem1 untilsemfiber 就是我没有 我不是每一个pharmacology的class 完两我就去拿这本书来读 我是来读了lecture notes 然后不明白的 maybe一些drugs啦 你想要更了解它的话 我会拿这本书来refer这样咯 第三本我在sem1开始就买的是 这个at last of human anatomy 它里面是这些structure anatomical structure 就是这本书是给你一个clear picture 来懂那些organs 那些名字 它的照片的quality会很好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比较清楚一点咯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很好的illustration的话 你们可以买这本书 but then 那本书的话 它会比较重 然后带来带去很重 我如果要背anatomy的话 let's say maybe 我这个月是学respiratory system like我要memorize 那些respiratory system的话 我会带这些flash card 放在我的书包 然后得空的话 我会拿出来背这样 这个flash card里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system 你看不同的color就是代表不同的system 得空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读咯 因为你们知道medical school 太多东西读 in a very short time 那个是我觉得比较难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在 maybe坐火车的时候 或者是出去等人的时候 拿这个card出来背咯 第四本的话就是这个 Robin's Basic Pathology actually我从SAM1到SAM5 我都用这个都用到很frequent 看到lecture notes有时候 我不是很明白的地方 我就会用这个 有时候你觉得 lecture notes的那些 那种histological effects 看不清楚还是什么 maybe你可以看这本书 它也是有比较clear的 picture的这样 比起lecture notes的话 lecture notes会比较缩写 有时候你会不明白 它在讲什么 然后这本书actually会帮到你啦 你可以拿这本书来做reference 我看到每一个我的学校的朋友 他们都like一定有这本书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买书的话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本书 第五本就是这个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这本书actually我没有什么用到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in-depth 而且这本书我有点后悔买 如果你讲它里面讲解的东西 actually它是会讲到比较 它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给你明白 给我的话如果我可以再选一次 我应该是不会再买这本书了 因为我过后有遇到更好的书 which我的朋友recommend我的 第六本就是这个Mechloids I will say that这本书 是蛮重要的给你的前面 preclinical year的时候 它里面就是教你这样子做physical examination 然后教你这样子做history taking 这样子它没有这样大本 它没有这样厚 所以如果你carry在back的话 其实也ok 我过后就买这个 clinical oriented anatomy 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 我觉得clinical oriented anatomy 会比较给你会比较容易记住 那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实实看那 picture pay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难啦 你要把这些东西relate去clinical setting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背 所以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所以这本书是我的favorite 另外一本是这个guitan and hall 它是physiology textbook来的 你看到我拿给你们看那两本 刚才那两本 你就会明白怎么我这样子 actually这个是没有这样需要的 因为那两本 给你们看的会比较in-depth一点 比较要靠understanding的东西啦 是physiology 然后我觉得 Legend notes的话 它会跟你讲那些basic 像pathology它跟你讲basic 你actually可以这样读啊 你就明白了 physiology你读了 你会比较不明白它在讲什么 actually你for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你可以去youtube看那些youtube video actually我很喜欢youtube video的那些 讲解那种physiology的东西 这个课本其实有点比较深 你知道吗 但你要的话也可以get 你也可以choose那些你要读的东西 你不一定要读到完的 因为真的时间有限 然后你考试只有那一个时间 然后你就要学那些比较essential的东西 给你pass你的exam先 but then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的话 你actually可以拿这本书来读 或者是你可以读多一点这样子 有些人可能你觉得macloids有一点太浅了 but then我个人觉得在你的preclinical year的时候 macloids就已经足够了 我的oski的strategies就是读macloids 然后跟朋友念习 然后还有更新念那些notes来读 这样子就省了很多时间 然后很多精神 你就可以focus more on你的theory 因为你start to go to hospital了 然后你start to go to clinic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doctor在做什么 maybe你好奇 或maybemacloids没有show到你这样detail 或者是macloids没有这样in-depth 我可以建议你们别写 就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看它 或者是你想要懂一些新的knowledge 你可以去看它 besidemacloids 你可以买这本 so它也是clinical examination的 它是会比较讲解比较多东西 然后比较多extra knowledge 这样它也是比较厚 yeah so我在preclinical years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用这本书 but我觉得我maybe去了clinical school maybe会用到比较多一点 还有另外两本我是根本是很少用到的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读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是kuma and clark 也是clinical medicine 然后还有这个davison 然后还有这个davison 这两本我不能跟你们讲它是他们是怎样 因为我真的很少读到这本书 然后maybe我觉得我去了clinical years 我会比较多用到这些书 很像在SEN5的时候或者是大考的时候 有时候你觉得太多lecture notes要读了 给我的话我是觉得我不能在一个月里面读完很多lecture notes 所以我会用这个书叫做 first eight for USMLE step one 他的cover是这样子的 这本书我是用来在last minute的时候 想要最后一次去recap全部那些字 跟那些medical knowledge 我就会用这本书 然后它是很像我觉得它有一点太over simplified了 but then for last minute study 我觉得是not bad的啦 我会比较喜欢用video来讨论东西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容易记住 然后会比较容易明白 所以我有去subscribe osmosis 我那时候subscribe的时候是有discount的 but then我现在不懂多少钱了啦 我的osmosis现在应该也是过期了 我会在下面放那个link maybe如果你们interested的话 你们可以去他们的website看 我的last minute studies啦 是用osmosis跟那个USMLE的课本 所以这个是我的tipsfor last minute studies so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你还有什么questions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个comment 记得记得subscribe去我的youtubechannel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帮到你的话 你在下面按个like so我可以知道这个影片有帮到有帮到人 I'm just going to end my video here and goodbye 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